今集愛狗愛到將狗狗 紋上手臂的斟志豪 會成為我們的主持 拯救一群無助的狗狗和主人 亂衝、亂臟、腳來腳往 這隻刀牌紋和迷你品 令這位美貓和女兒哭嘎嘎 患創傷後遺症的可憐松鼠狗 還有牠,竟然這輛車就坐上去 一隻狗,慘狗,真的可以變回好狗? 每一天,珍志豪回家 都會面對一個男人最怕答的問題 你愛不愛我? 你愛我多點還是愛他多點? 說呀,你說呀 而問他的不是他老婆 而是他的乖乖 小孩與狗 還令人想起溫馨的畫面 在網絡世界 每天都看到這些開心分享的照片 但現實往往是兩回事 我發現這隻乖乖很狗 如果我回來,牠看到我抱阿B 無論我抱多久,玩多久 牠一定會吠 牠一定會在你腳邊周圍打圈 偶然,牠也很壞 牠有試過輕輕地擀了牠一下 手、臉,但牠沒有咬下去 但牠突然好像發了一下脾氣 我們今集的主持,曾志豪 是一個典型的好男人 牠有兩個兒子 一個是跟老婆生的寶寶仔 而另一個就是八歲的摩天使,乖乖 輪志排輩 乖乖和曾志豪的感情比較深厚 所以多了一個寶寶仔 乖乖就立即視牠為頭號情敵 可能吃飯 牠都一定要走上你的大腿 一定要你抱著,抱著 特別是如果看到我們在餵阿B吃東西 牠本來沒事,都會第一時間擒 一定要大家… 好像升得這麼大,我當然就順從牠 因為看到不要冷落牠 我又抱牠上去 曾志豪以為吃醋 不就多吃點,就多吃點 這樣做是對的 如果吃醋的是你老婆 但狗狗吃醋,這樣做就錯了 我當然先抱牠,是不對的嗎? 是,那牠要先拿你的注意力 但如果我不管牠 會不會讓牠覺得 你這個壞蛋,生了兒子就不管我了 是要早開始,譬如大肚子 有小朋友知道,你就開始要做一些動作 你要先把牠打入少許懶功 你要設一些規矩給牠 規矩要讓牠知道發生甚麼事 接下來有甚麼要做 我們要讓牠知道,有個紀律在裡面 牠不知道 其實在這家家 除了乖兒子,寶寶兒子 原本還有一個兒子 就是已經過世的狗狗,衰仔 不過衰仔在一年前病死了 牠的死不但令鎮智猴哭得失控 還令乖兒子也失常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衰仔走了之後 牠突然好像沒有了一個盤 然後這個又越來越大舊 在牠面前出現了 牠就很不安 因為以前有衰仔看牠頭做人 現在沒有,牠就長期變成 現在這種好像反常的狀態 究竟小孩與狗,怎樣才能和平相處呢 所有有小孩和毛孩的家長 留心Eric的示範 我們要做的就是,不是要先去 我先要寶寶 即我要抱著牠 抱著牠,對 之後慢慢叫乖兒子過來 乖兒子過來的 你也要控制小朋友的情緒 如果做到的話 那牠去聞一聞一聞 那你就慢慢一起摸牠 之後再叫牠眼開 牠會不會不開心的 如果用人的思考模式 就會不開心 對,無緣無故趕牠走 如果用狗的思考模式 不會不開心 因為牠反而有規矩 所以如果牠在乖兒子的時候 我就不是要抱著小朋友 我以為要救牠 不要了,牠一會咬你 如果這樣就變成我趕走了牠 即是你也要站在小朋友面前 之後你進去,你就看下去叫牠走開 所以牠乖兒子應該叫牠走開 對,不是叫我阿B走開 如果這樣就變成牠和牠搖走 看來這位家長好像很明白 實戰又如何呢 BB,我們過來試試,好嗎 BB,那可不可以… 牠搬牠,可以叫 龜仔,過來,龜仔 龜仔,對了 對了,挺好 不要開,安心 BB,我們先摸一下龜仔 小小打摸 但是你又想偷那些食物 我想牠不行 真的… 看到牠必不進來 對,就是很好 現在你知道牠放鬆了 平時你說牠不肯過來 你看到牠的環境因素如何做 對,牠現在… 牠現在不算很緊張 所以牠不會走 對,我們要做到… 我們希望一定要調教到這個感覺 我們不一定要很開心 讓牠直接說,玩呀玩呀 這些出現 我以為要玩得夠長 對吧 我們兩個要互相追逐才… 那就是死火了 出來就是追逐 那牠… 開心,牠們就不會控制自己 牠就會用手或其他東西 牠會抓到牠 牠有時會撲起 其實如果牠們這樣坐下 已經很好 大家已經接受了 牠怎樣叫怎樣成功都接受了 阿B的音波功 乖仔接受到 我們接受不了 乖仔,你真厲害 好,去到一段時間 等小朋友吃 然後說,鼓勵出去 乖仔,走… 乖仔,走… 不用,不要走… 我真的沒試過這麼決定 這樣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習慣了 走… 不,你要清晰,你很清晰 我說你很不清晰 不行 OK 不行 不行 很清晰 你看到牠剛才馬上走開嗎 是 你現在叫牠很肯定,叫牠過來 好的 乖仔,過來… 叫牠過來… 乖仔… 對,這些叫牠過來走 你看,挺開心 對 乖仔,走 不,這樣放這些 完全不給面子 曾子豪一直坐在這裡 接受Eric的特訓 他的上半身 已經滅了一個硬汗 可惜,他的下半身 仍然是很不爭氣 為甚麼?大家看看就知道 原來曾智豪每次帶乖仔上街 都會被牠狂撲 雙腳,別說走 差點站也站不穩 他的下半身完全招架不住 由於跟牠上街也不太早 我也很少再有時間 再跟牠在這裡摸 要牠靜得很重要 我最多去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我就收貨了 然後我就會幫牠上繩 但一上繩,牠小不免也是這樣 我想問一下,其實是否已經不對 龜仔 不,不,坐下 下去第一次,牠起身的話 你起身吧 好的 對了 現在還可以 做得了,繼續 不行 不要 不用拖 坐下 重複 起來 坐下 你現在在做甚麼呢? 你在形容這隻狗的行為 是,繼續 太神奇了,牠現在不夠了 慢慢做,對 信任自己就行了 對了 搞定做 所以我也知道我以前是不對的 但我以為要搞很久 我以為要等牠又怎樣 我才沒有時間走 其實不需要 你慢慢做得到已經可以了 你不需要急 曾志豪現在已經脫胎,換骨 牠一手抱著乖 準備幫牠克服終極的恐懼 一上車就,真… 牠開始有這種鎮 對了,平時我駕駛車 我不管牠 因為如果我出街的時候 牠就會坐在我旁邊 牠就會像這樣 在這裡鎮… 牠都在鎮 對乖子這類 一不知道自己去了哪裡 就會很不安,很害怕青的狗狗 主人就要表現得更加冷靜 不要下去 我們到了,去玩 這些又不好 這些先切掉 是 你管理好自己的情緒 管理到牠的情緒 牠不下車的時候 就會覺得到了 很下車 因為其實人就算特別 抱著牠 其實對牠有沒有什麼幫助 例如牠就立刻想上來 抱著牠有機會很安全 你推開牠的 牠會學獨立 是 我們要給牠多一點學獨立 獨立了 牠會放鬆很多東西 便可以 亦不會有利益 問題出現 我們做訓練 不是說養的狗要有耐性 是 要有時間 你又沒有耐性又沒有時間 你只得了一個愛心 那隻狗不會特別好 是嗎 很壞,牠要說出真相 但香港人很多都沒那麼多時間 對 這個當然是藉口 養得久就要付出了 對… 對了,Eric 你的任務還沒完成 除了乖,還有這個B仔 讓你搞定 順B,難不理你吧